今天會和大家鍛鍊一些肌肉 讓大家沒那麼容易肩頸痛 第一個動作是W伸展 鍛鍊我們的中背 我們雙手一個W 然後我們盡量夾到最後 拳頭不可以前個手肘 做好成垂直 然後變成一個Y字 慢慢下 過程中保持著呼吸 記得上去都要盡量夾緊 慢慢下 我們做10至15下 做3組 休息1分至1分半鐘 記得過程要慢 嘗試跟隨我的節奏 不要做得很快 還有要伸到最直 Y要直 不要這樣曲 伸到最直 慢慢下來 下最低W 第二個動作是做彈力帶水平伸展 當然要用彈力帶 好 好 然後 我們首先 不是一次過握兩條 握一條 然後找一個合適的重量 我會教大家去找 越窄就越重 這樣拔不開 但越複雜就越鬆 通常 試就開始鬆一點 不要一次過太重 然後 然後 我們做這個動作 手肘要伸直 全程都伸直 不准曲 對 伸直 然後 水平這樣拉開 感受一下 背部中間 要收緊 慢慢試 慢慢試入些 重量 是可以做到 8-20下 即是 你覺得輕鬆的 那就做20下 覺得很難 很重 那就做8下 就夠了 那我們 一起做 交一口氣 呼吸 慢慢拉開 記得手肘是伸直 慢慢 去中間 感受一下 兩隻手 都要一起用力 不要只用右手 那我們 做1-3組 休息 1分-1分半鐘 記得 呼氣打開 吸氣回去 呼氣打開 打住開 吸氣回去 記得 全程手肘伸直 不要做了一曲 下一個動作是 左支蛙船 是鍛鍊我們的背伏肌 這裡 強化在這個地方 都令到我們沒有那麼容易 寒背 會令背部的肌肉少一點痛症 通常你買大力帶 可能會有這些扣 送給你的 這些扣都可以 做到門裡做 今天我就不用這個扣 用膠子座示範給大家 好 然後我們把橡筋 穿了 把橡筋放下 膠子座 一個結 然後呢 放一個穩固的燈 找一個充足的空間 一個穩固的門 不會突然被人打開的 放的高度呢 大概 你坐在這裡 胸口 好 向前 這樣就已經很緊 然後呢 大家移到一個足夠的空間 你的手不會撞到 一些東西的 然後把橡筋打開 你的手心呢 抓住橡筋 然後我們沉肩 過頭沉下去 然後挺胸 不是我可以說 是挺胸 然後想 手肘 向後拉 但是呢 要先想 背脊用力 不是手用力 是用這個位置用力 不是手 拉到大概這樣 就先用手幫手 拉上一點 慢慢出回去 出到橡筋就快沒力了 呼氣拉開 吸氣 放回去 那隻手呢 不要拉太高 手肘不會飛向上的 儘量向下的 你想呢 拉向肚臍的旁邊 就對了 呼氣 吸 呼 吸 呼 吸 那你把一條橡筋 再握 前一點 那就會重一點 對 你覺得太困難的 那就握 放近一點 那記得左右手都要用力 不要只用右手這樣 對 兩邊一起用力 感受一下兩邊背脊肌肉都要收緊 那這個動作是做八至十二下 休息一分至一分半鐘做三組 始終每一個人產生痛症的原因都有不同 如果你做這些動作有刺痛 或者惡痛又惡化 就立即停止了 那邊都找回專業人士的處理 例如麻利治療師 例如麻利治療師 製作者